体内驱逢最为持观的方法是观察狗狗的便便和呕吐物 是否有白色的疯染来出现 如果有的话还需要继续观察 确定便便已经没有寄生虫 或者已经活在呕吐时即为驱逢成功 最好就是能到医院进行一个寄生虫检查 体外驱逢的话就是给狗狗体外驱逢后 狗狗如果不再出现骚养 不会经常往身上部位挠 而且精神气色都很好 这些情况表明体外驱逢是基本成功的 一般来说 幼虫20到35日里省次几类驱逢 6个月以下的幼犬每月一次 6个月以后每3个月去一次 如果经常外出活动 建议每个月进行体外驱逢一次 如果不是 6个月后可以考虑3个月一驱 需要注意的是 体内驱逢的药物要根据狗狗体重来知 具体尽量查阅说明书 或者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 8个月的药物要根据狗体重来知 1个月之旅 3个月 3个月 3个月